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开开 卡不叮叮 开开开 卡不叮叮 全体青蛾 准备出发 跟着我坐上时光镜 挑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林 七兄弟 金鹅 还有国王光屁屁 丑小鸭 叶音 驴子说话真神奇 天啊 飞说不可的故事 在啪啪妈咪的笑容里 飞听不可的故事 在亲爱飞离的美梦里 我们的爱统统在飞听不可的故事里 叶哈 欢迎回来的 九八新闻台九等强哥 今天节目开始了 哇 我们是Live播出 也九点十二分十二秒 此刻强哥呢 正在里面呢 这个跟大家一起播音 你呢 你现在在车上 还是在家里 还是在电脑前面 你是网络收听 还是收音收听 那别忘了 等会你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好的 我们今天还有些新朋友 在听我的节目 我刚刚就有 也不算新朋友 他算老朋友 但是呢 因为往来这个世界各地啊 往来很多地方工作 所以说呢 今天特别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也祝福你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你说是谁啊 每一个人 好的 讲到每一个人呢 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这个听节目的方法 现在各位可以到 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 上面看看 怎么 你在听节目 也是网络 应该可以同时看嘛 对呀 你就可以看一下啊 上面呢有一张图 是玉婷 我们的小听众 玉婷 请她的阿姨 特别记上来的 阿姨呢 就说呢 玉婷很喜欢咱们九十年想问 画图来支持咱们 非常感动 玉婷呢 用注音 把我们每天不同的单元 写在她的话里面 你看像的啊 她的星期一 是 唱歌注音的啊 然后星期二 学 学点东西啊 学 学点东西 每天都学点东西 对 等会我们就要 学点东西 哈哈哈 然后呢 李星期三 教 教 教字 教 教字 的 教字 星期四 啊 呃 秦 秦校长 对对对 星期五 地 球 怎么了 你看我们的叶教授 多受到大家欢迎 啊 然后呢 真的把强哥 中间还画了个强哥 啊 强哥呢 真是玉树临风 英俊挺拔 肚子 居然是没有的 整个人就像是一颗香蕉 插了一个把蜡在那边 哈哈哈哈 非常画的好 我喜欢 谢谢玉婷啊 愿意在您的成长记忆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也祝福你啊 天天都能开心微笑 也谢谢阿姨啊 阿姨啊继续啊 也支持咱们节目 因为为什么呢 大朋友你不开机 孩子们小朋友不见得听得到 所以呢 一个快乐的童年 或者是一个快乐的时光 要靠我们大朋友 帮他们选择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很抱歉 现在大人有的时候 根本没有选择 他不但不选择 他可能呢 把自己每天乌烟瘴气啊 乌云密布的生活 带到孩子们的生活当中 太不必要了 太没道理了 我本来想太本来讲 很难听的话 但我就转了一个 太不必要了 好的啊 所以Live节目的主持人 非常小心 不小心啊 你就可能讲了一个 对不对 突出去枪毙的话 没有不会不会 总之就是 希望大家跟我们快乐疯狂 然后呢放松 我们不要有乌云 我们不要有那个 乌烟瘴气 不要那些吵吵闹闹 不要那些勾心斗角 不要那些尖酸刻薄 我们希望我们每天 都能够快乐 好的 今天一开始 我们要干什么 今天有趣了 看看今天你问我什么 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彩虹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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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哈 麦均童麦均童 全部的答案都在 抢抢棍百科全书 呼叫塔台 呼叫塔台 这里是抢抢棍航空 168号班机 请遵循我们降落机场 四个便团 塔台 星期天跟我小孩一起看新闻 刚好看到说 屏东东港的传统祭典 凝王祭开始了 我小孩一看完新闻 马上火不其然 又拉拉我的手 抬起头问我一句 爸爸 东港银王祭 赢的是什么王啊 一时之间 我又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他 又要请塔台 帮我请教一下 聪明的抢抢哥哥 到底东港银王祭 赢的是什么王呢 请抢抢哥哥 告诉我 说实在的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银王 就是迎接一个王 可是他里面 本来就有王 怎么还要再赢一个王呢 这正好 这一期的未来儿童杂志 还有专文介绍 这就很有意思 通常这种 我们都觉得好像 不是小朋友 比较难接触到 但是未来儿童 他们呢 也根据现在 我们自己国内的文化嘛 对不对 多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跟未来儿童的 总编辑 雅倩姐姐 来连线一下 雅倩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个讲到东港银王祭 这个银王 它里面是不是本来就有王啊 对 庙是什么庙 东港呢 它有个很有名的那个庙 叫做东龙宫 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 一定会被它的大门 感觉说非常的震撼 怎么说 因为它那个大门喔 金碧辉煌你知道吗 而且它的金碧辉煌 是真的贴金箔贴出来的 你不要这样讲 讲了会不会有人跑去 把撕金箔呢 不会啊 你好 大家怎么可能会去呢 不要笑 我好笑 听说 今天晚上 晚上连夜被撕掉 就害在我们两个手上 对 就被抓起来 被抓起来 就是你们告诉别人 那是真的金的 晚上就别去撕 好啦 没关系 它那个是刷上去的 对不对 薄薄一层 但是也是真正金鸣辉煌 对 而且它就不会生锈 不会 就是真的金的 对不对 对 而且看起来真的是 因为很高 好几层楼高 冬龙宫 冬龙宫 对 冬龙宫里面 它本来有没有祭拜 有没有祭祀 什么样的主神呢 它的主神呢 是姓温 温柔的温 那他本来呢 据说 这个温王呢 因为那个是王爷信仰嘛 所以他们都是叫他温王爷 温王爷 或者是温府千岁 那这个温王爷据说 他当年呢 是大概在隋朝那个时候的人 哦 那隋朝之后不是就是唐朝吗 是 那他这个人呢 他有一次呢 就跟着他的一些好朋友啊 嗯 然后再就出去玩就对了 是 刚好呢 就救到了这个唐太宗 哦 救到了皇帝就对了 那你看嘛 我们中文就讲说 救驾有公 那不得了 这一定是要有封 封他的这个封地啊 给他好处啊 什么谢谢他 所以他就变成近视 哦 就真的变成一个 对就变成封官了 一个官了 对而且他其他的那些朋友们呢 有三十六个 也就跟着他一起就封为近视 哇大家一起 全部一起升起来了 三十六位 哦 那他们呢 当然就是大概对朝廷也是有贡献啦 是是是 然后会到处这个是代代代代表那个唐太宗 然后四处呢去巡逻 是 看看哪边呢有需要帮助的人啊 哦 那有没有什么人在作乱 那只是呢 说这一群人呢 他们工作努力 很可惜有一次呢 就遇到了海难 哦 那遇到海难之后很不幸呢 就没有救成功 所以所有呢 三十六个跟这个温王爷呢 就一变呢 就被大海给卷走了 哎呦 那唐太宗就非常的伤心嘛 那伤心呢 就想说啊 那我要怎么样 哎 来感念呢 这些 好朋友 好朋友 恩人 所以呢 他就呢 把他们全部都封成了王爷 是 而且呢 大家相信他们就变成了神 哦 而且呢 还帮他打造那个大艘的船 让他可以出海去巡航去 继续 继续巡航 继续去带天巡守 你知道吗 他反正变成神就对了 对 就变成了神 而且呢 据说在这个中国这个沿海一带哦 这个闽南这一带呢 他就非常的灵艳就对了 哦 这真的是 哦 对 那最后他这个当然就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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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传到我们台湾来 嗯 那据说大概在三百多年前的时候呢 他就在东港的这个海边呢 就落脚了 而且他就显灵说啊 你们呢 这个要来帮我建个庙 那我就会保佑你们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他东港这个地方的人呢 就帮他建了一个东龙公 他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个传到了台湾 对 所以我们就有东龙公 对 那所以呢 那他已经温王也已经坐在里面了 那干嘛还要赢王呢 要赢谁呢 对 没错 那所以呢 他这个赢王呢 是三年才一次嘛 哦 那三年一次要做什么呢 对 他就是要很热闹 然后呢 要把这个东港镇上上下下的坏东西啊 都把他抓起来把他赶走 是 因为他是一个神嘛 对对对 哦 那他不是有三十六个兄弟吗 那这个兄弟当然呢 我跟你是结拜的 所以呢 我要来帮助你 哦 所以呢他们呢 就会到海边去 然后来请啊请啊 看这次呢 是哪一个王爷 会来帮助他们 那总共会迎来五个 哦 每次三十六里面才抽五个来 对 所以呢 其实你在这个赢王之前 你不晓得谁会来 哦 真的哦 对 那所以他当天在这个祭典开始的第一天啊 就他们是叫做情水啦 嗯 就是这个神教等等的都会到这个海边去 哦 那海边去啊 然后就基同啊 在那边就是举办这个仪式 是 哦 然后呢 当这个他会在那个海滩上写字 写写写写 如果写到这个对的姓哦 然后呢 他就会 你知道的吗 那个仪式就是这样 那就会写到 就写出那个姓式 大家就说哦 某某某来了 对 那像今年呢 我刚刚才发现 哦 今年是请到一个封王爷 封王爷 那个封闭的封 哦 封王爷 封王爷 那他只有大千岁 王爷也是等于千岁 对不对 是 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呢 就是姓风 那当然他旁边还会再带几个 所以总共会有五个 那所以他这个像他们不是都有一个王船很大一艘吗 是 上面呢也会写上封这个姓 哦 他要等到当天 封王爷的时候 才知道今天是谁来 对 知道他姓风之后 马上在他那个大船上面写上封这个字 对 所以他这次的话呢 他就是请到一个封王爷 好酷哦 这样子 所以每次其实都那个姓都不一样哦 所以要封王就是封今年 就三年一次的 对 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就是今年轮到是封王爷 他愿意来我们这边 然后带着其他的朋友 其他的王爷 坐着大船来 那是什么时候赢呢 那就是在祭典的第一天赢 那赢到之后呢 他不是 今年是什么时候 祭典是十月四号 十月 就是在星期天 上 刚刚过的 离拜四 离拜天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 好像记得最后又要送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他呢 迎来之后要干嘛 就是要驱灾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厄运啊 什么啊 好像他们有轮流 要一直在当地 要做一些仪式什么的 会要驱赶那些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会在这个东港镇上上下下 绕来绕去 而且是晚上还有轮班嘛 对 然后他就非常的热闹 所以你去那边看的时候 就会有看到神叫啊 然后有那种LED灯啊 闪闪发亮啊 然后还有神将神乐团啊 哇非常的热闹 从后面来的时候说 以前来都没有这么热闹 因为现在又发明了新的LED灯 对啊 这是他们的新科技啊 新科技 然后最后呢 他不是就把那些坏东西 通通给抓起来了吗 抓起来了 抓起来当然就不要让他们 继续留在东港嘛 那怎么办呢 然后呢就用他们那艘超级大的王船 然后就把他给 为什么要烧他呢 烧王船就是银王爷之后 接下来就烧王船 就是连在一起 这是同一个整个的仪式 开始是银王 然后中间去抓一些乱七八糟的 最后要这个送这个 把他送走 那你一方面的话 就是那些王爷很辛苦来 那你要用个漂亮的船 让他送他回那个天界去嘛 是是是 然后当他把他送走的时候 他抓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也就会跟着他一起走 那留下来的不就是平安了吗 哇这个酷 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朋友 爸爸妈妈都可以看到啊 这个到时候电视一定会转播嘛 对不对 像那个真的是 那个船真的是非常的美轮美奂 就是很漂亮又很大骚对不对 而且据说这个不是据说是真的 他那个船是用块木做的 块木耶 啊 然后他是访那个古战船 就真的就 就完真的就对了 完真的啊 因为那艘船他 据说他在那个海上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行走的 那何必烧他不要 不不不 强哥实在是省钱省惯了 搞剧团搞太多了 你觉得说哎 弄一弄明年再用啊 很可惜啊 但是因为 我要懂这就是民间习俗 对不对 所以小朋友 我们知道了这个 就可以感觉到 这中间又有友谊 对不对 这些三十六个好朋友 那又有同时 又有这个驱赶 保护这个地方的人 而且海上求 求这个生活的海上人 也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和保佑 对不对 没错 哇 这个好有趣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更详细的 可以看到这一期的未来儿童里面 有这样子 我们总编特总编特别准备的 这些有趣的资讯 在搭配这几天的新闻 什么时候送 十月四号是赢吗 对 什么时候要说再见的 那个十一号 也没多久 应该也是一个礼拜天 就是国庆日第二天 对 那天也放假 对不对 应该是星期天 应该是刚好是放假 好的 那如果说在附近 在东港附近的 可以过去看一看 但是呢 没有的话 电视一定会转播 这个是台湾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典仪式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谢谢您啊 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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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啊 这个未来儿童特别准备这样一个单元 我觉得蛮好的 那我们懂得把这个单元介绍给各位 那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好 还出个题目送你礼物 讲到东港 据说东港有三宝 除了樱花虾 鱿鱼籽之外 还有什么呢 一 慢泼鱼 二 比目鱼 三 黑尾鱼 四 美人鱼 欢迎各位打电话下来 8369 3398 乌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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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乌拉拉 宇宙中默默自穿的星球 命令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静如姐姐唱的《不想睡》 但我想我们还是不能放太多 都听着听着小朋友都睡了 有些人他不是不想睡 他是睡不着 或者睡不好 很多人都觉得这没关系 可是人体是要修补 脑袋要恢复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要睡觉 小朋友不睡觉更麻烦 可能成长 情绪 学习 最近有一本书 这是一位日本 日本的作者写的 那我们也透过 我们国内一个睡觉的专家 我们的在中国 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 睡眠医学中心 我专门研究睡眠的 睡眠医学中心主任 杭良文 杭医师 医师您好 强哥您好 这个睡眠医学中心 大家在里面是不是都常常在睡觉 应该不会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现代人 为什么会有睡眠医学中心 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睡眠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 就像强哥刚才讲的 应该都很自然 就已经要休息 对啊 太阳会出来 月亮会下降 也是啊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 尤其很多爸爸妈妈 可能因为工作压力 或者什么东西 他就会有睡眠上的问题 对啊 所以其实 为什么现在人才会有睡眠的问题 就是还是来自于刚才想跟你讲的啊 压力啊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光线 光线 我们等会再深入这里来聊一下 我想先请问一下杭医师啊 您这边有没有粗略的统计 或者一个概念的 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 现在这个睡眠上有障碍的 不讲别的地方 在台湾啊 大概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台湾睡眠医学学会 从2002年成立到现在十几年了 对 然后大概两年到三年 都有做一次电话访问的调查 是 我记得在去年吧 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一个初步的这样调查 其实会 我们所谓失眠 就是主书说会有 夜间会睡不着 或半夜醒来 或者是会提早醒来的 对 我们就叫失眠 对 但是电访的话 大概有六成都有类似的经验 六成哦 对 那造成困扰的 有没有特别 当然其实 真正会长期 说慢性 所以我们叫三个月以上 连续这样失眠的 也大概只有 大概是快30%的比例 哇 很高耶 对啊 十个人里面就有三个 已经是 哎呀 受不了了 我真常常失眠 对啊 十个里面 六个人都会说 哎 我有的时候会失眠 这样子 其实会造成 其实整体的一个 这个社会的一个疲倦感 你会不会觉得 会蛮可怕的 大家都想说 利用睡觉时间 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造成大家就会 就 睡不好了 对 就会睡不好 那这个日本朋友 写的这本书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这个 睡眠名医 他还有好多 有趣的话题 都为我们医医来 跟 你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包括是不是有些 什么坏习惯 然后呢 睡眠 为什么 我们会睡不好呢 对不对 然后呢 睡不好 又不睡就不睡 历史上不是 有些人物说 我就是很少睡觉 拿破人说 我不要睡觉 我把时间拿来做事情 好像听起来也不错 强哥有很多的朋友 就常常告诉我 弄得我自己 好像也相信这件事 对不对 很多人说 反正以后会睡很多 我们还不如 现在好好来做事 这样不太好 这绝对是不对的 不对 会不会 这样长期不睡觉 最严重会怎么样 最严重 其实有很多慢性疾病 包括 当然我们 失眠很多的 然后一些糖尿病 然后心血管疾病 甚至连忧郁症 都会出来 癌症 都有关系 好的 我们进来谈睡觉 欢迎各位小朋友 打电话进来 你睡不着吗 欢迎各位小朋友 讲讲看 小朋友有没有 睡不着的问题 你睡不着吗 你有没有 睡不着的问题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是每次有 睡不够的问题 早上都是挖 怎么挖都挖不起来 不晓得 现在小朋友 有没有睡不好 睡不着的问题 8369 3398 我们来接 陈以嘉 陈以嘉你好 你好 陈以嘉好久 没有打电话进来了 对 你跑哪去了 没时间打 没时间 那你有时间睡觉吗 有 那就好 好的 我们先问一下 刚才那个问题 东港有三宝 除了樱花虾 鱿鱼子之外 还有什么呢 鲑鱼 先做打 鲑鱼 黑鲑鱼 厉害了 好好好 冷静 不要太大声 突然的噪音 也会造成 睡眠上不舒服 对不对 医师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睡觉的环境 尽量安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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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这个时候了 你就是叫我们天中朋友 现在关机就对了 怎么行这样子 讲到这个 医师 我们以前学生时代 就是睡觉前头 还要放一个音乐 对不对 放一个收音机 什么 泥陪陪 在这个星辰 这个星球最美丽 或者是 李济准 感性时间 什么哭 什么腰不下 全部通明 那你觉得这样子好吗 其实睡前 做一些放松的事情 我不反对 就是听一下音乐 这些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觉得 这些音乐 对你是可以让你放松 这样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觉得 听了一些声音 让你觉得不舒服 会造成睡眠的一些问题 的话那就不要 好的 我懂了 我赶快问一下 陈一家 陈一家你好 喂 你好 一家 你晚上听我们这个节目 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不会 那就好 那你现在有躺在床上吗 有 那你会不会是感觉 已经慢慢想睡了 没有 是因为我们害的吗 不是 那是谁害你 不知道 你睡觉 你有睡觉困难 对不对 没有 做中午 你是中午 中午午睡不行 对不对 对 好的 很有意思 等会我们要问一下医师 好像在这本书里面 睡不着 睡不好 绝对有效的这本书里面 他有讲说 睡回笼觉 反而越睡会越累 对不对 有这个说法 那我们等会谈一下 中午午觉要怎么睡 有必要睡吗 小朋友一定要睡吗 大人上班族 需要也给他瞇一下吗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听见全世界 我们这个新闻 跟一般的新闻不一样 如果你听了一天 吵吵闹闹 无烟瘴气的新闻 该听听我们的新闻 因为是特别跟小朋友 跟家人 跟我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们看看 有一项是 国小学童家长健康概念 以及生活习惯 有个调查公布了 显示超过三成 时刻里面有三个 爸爸妈妈会让孩子们 使用手机 平板 还有电脑来打发时间 近两成的国小学童 习惯在吃饭的时候 配手机 医生就表示了 儿童过度使用3C产品 除了眼睛因为疲劳 而出现视力问题之外 由于活动时间变少了 甚至导致 肥胖 而且常看了一幕 不习惯跟人用语言来沟通 也可能导致 表示意见的时候 要诉诸的肢体 可能或者表达不当 过多或过少 成为一个失控儿 情绪的失控儿 有道理 医师就建议 儿童一天使用3C产品 最多两小时 最多两小时 玩手机时间 不超过一小时 此外家长和孩子 吃饭的时候 应该好好吃饭 有空的时候一起运动 不要埋头于手机了 我觉得这里 从我们开始爆这种新闻 我觉得感觉起来 专家也慢慢在妥协 以前是不准用 现在说 最少不要超过两小时 根本不能 就是不能 不要不要让小朋友玩 另外既然大家不要玩手机 那提供一个可以出去走走的好消息给各位 台北市政府出资的儿童新乐园 从去年12月16号开园到现在 已经吸引了多少 210万人入园了 管理单位呢 台北捷运公司 今天表示 回馈台北市民 儿童新乐园特别推出了 台北在地人优惠 从明年起到今年年底为止 只要是台北市民在每周三 持相关证明文件入园 免想 这个就免费了 门票是优惠的 另外 从今年暑假开始的星光优惠 延长到今年年底 好吧 在儿童新乐园里面 也有强歌 如果儿童剧团在里面的助场表演 小型的表演 欢迎各位去看看 非常有趣 9点40分51秒 欢迎回到咱们节目当中 今天呢 我们来来讲睡觉 我们跟我们在 台湾 我们的杭医生 跟一起聊这本新的书 这是商周出版的 睡不着 睡不好 绝对有秀 医师 你好 你好 杨哥好 你好 这个睡眠 它这边有很多 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 一次全部讲清楚 不过有些意思 我想您跟我们谈谈看 补棉会越补越累吗 其实 该起来就起来了 千万不要躺在那边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感觉 其实再怎么躺 不够就是不够 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会越睡越累 为什么好像总是觉得睡不好 睡不饱 或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最主要是准备的问题啦 准备 因为像刚才那个小朋友 那躺在床上那就不好 这样不好 想睡再到床上去 想睡的时候才去睡 对 睡不着就赶快离开 那我们要怎么准备呢 就让自己放松啊 好像书上面讲说 我如果一直出去跑步流汗 也不见得好 晚上 当然现在晚上运动人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睡得早就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你会睡不早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睡前两三个小时 避免剧烈的运动 就是所谓让自己心跳加快 这些运动可能就要注意 这样就会好一点 这样子啊 但是就是放松 其实可能就是说一些泡泡 运动泡完 稍微动一下泡个热水澡 如果觉得累 那就赶快去睡觉 如果不觉得累 千万不要去躺 书上里面也会 对爸爸妈妈有很多帮助 小朋友可以鼓励爸爸妈妈 注意这方面的资讯 晚上 他们说晚上睡觉期 用嘴巴呼吸 这样会容易生病吗 当然啊 其实 为什么能打呼吗 说爸爸都又胖 就很容易打呼 打呼当然是另外一个 我们常见的睡眠障碍 叫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是一个蛮严重的睡眠疾病 会造成很多心血管的问题 对啊 当然有些人 脏口呼吸 自然脏东西就可能跑进去啊 这气管也不是很好 是 所以脏口以后舌头也会厚到 自然会造成我们呼吸道阻塞 哎呦 对一些老人家来讲 也容易呛到 哎呦 那怎么样 那怎么样可以不张嘴呢 把嘴巴黏起来 嘴巴会张开 其实一个主要 在台湾其实很多人有过敏 是 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鼻子容易塞住 哦 所以自然嘴巴就会张开 哦 鼻子塞住 所以鼻子的照顾 其实还蛮重要 尤其这个季节 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哦 好有意思哦 所以也就是说 也不能够张着嘴 那小朋友说 我不知道 我爸爸每天都张了嘴 那要趴的睡会比较好吗 当然测睡会比较好一点 哦 那趴睡可能大家 可能有时候会觉得 胸口会闷闷不舒服 是 所以可以学习测睡 或者枕头尽量点高一点 也是可以解决的方法之一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话题 还没有去 它说人体的生理时钟 一天是25小时 那怎么回事 不是一天只有24小时吗 所以说 我们会很习惯地晚睡 所以我们会很习惯地晚睡 为什么 因为太阳跟月亮时间 跟我们人体的内在时钟 会差在 刚才这本书提的 会差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自然就每天 都很习惯地晚睡 你不大能早睡 但是很容易晚睡 哦 就是我们的生理时钟 是比较容易晚睡 对 就我们比较长一点嘛 所以我们就会 如果说你没有在光线的一个 的高支 调整之下 哦 的话就很容易越来越晚睡 所以你看像 现在我们都市都会中间 你不要说是家里面客厅 或者屋子里面亮 其实连马路上啊 招牌都是很亮的 可是如果我们到一些 比较一些乡村 它到了晚上八七八点钟的时候 就黑黑的 外面也黑黑的 里面也就关灯睡觉了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让自己 调控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话 应该要把灯都慢慢关掉 和柔和才能睡着 当然 其实光线造成很多影响 尤其 坦白讲 我们现在最严重的光线 就是手机 跟3C产品的光 啊 对 那是最严重的 可是它也只有亮亮的一块 蓝蓝的光而已 怎么会影响这么大呢 那个光线 其实对 对我们眼睛的通知 它会 它眼睛会误以为 你现在还是 亮度很高的状况 所以它以为你还是天亮 所以说你身体的 比如像我们最常见的退黑急速的分泌 就会受打乱 就不会想睡 哇 所以 尤其小朋友啦 我绝对不鼓励 在睡到前 两三个小时 还在玩 所谓的3C玩具 哦 这是不好的 那不大好 好 外面有大朋友问 就是说 如果晚上睡觉 会脏嘴 那我戴个口罩 会不会比较好 那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为什么 就可以遮掉一些东西嘛 那是遮掉一些东西啊 但是 脏嘴呼吸的过程中 你嘴巴会干 然后舌头会堵住气躁 哎呦 还是会有呼吸中止症的问题 哎呦 所以 那个戴口罩其实 但是在预防细菌感染的时候 比如说 有一些细菌感染的时候 我们可以 在病毒啊 这些我们可以借用口罩 或 口水的喷漠 这些去处理 戴口罩 没办法 没办法去让自己睡好了 真的 哦 这个 这个 这书里面有讲到很多 关于睡觉的事 其实有些大部分是大人啦 什么高效率啊 熬夜必须要知道怎么办啦 怎么样睡觉啦 我们来谈谈看小朋友吧 小 就从您的角度来说 在台湾 这个小学的小朋友 他们如果睡不好会怎么办 其实小朋友睡不好 其实最大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功课会变差 哦 然后 成绩 成绩变差以外 另外一个身高会变矮 哎呦 然后脾气会不好 习床气会很多 状高 对 这真是不太好的 对啊 讲到这样子实在 强哥早一点知道 这些讯息就好了 我就可以长高一点 不会啊 我想强哥应该很高 感谢您啊 不过最后 我们想要请问一下 那我们如果小朋友睡觉 爸爸妈妈 除了刚才讲的我们声音 不要突然一个蹦大声 然后还有光线 要把它调按之外 还有什么叮嚀 爸爸妈妈 做造一个家里面 好的睡眠的方式 特别 其实好 其实一个 一个就是真的不要再睡前 尤其回家以后 小朋友不要 第一件事情 就跑去先睡觉 然后 尽量不要给小朋友 在睡觉前 太多的功课压力 是 两件事情 然后最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可以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让他吃早餐 跟 上学 吃早餐跟上厕所 就是不要太仓促 对 一仓促的时候 又没有上厕所 又没有吃 身体就会一开始 就搞坏掉 对 早上晚上 这是一个 两个很重要的交替 睡眠就是从早上 晚上 晚上 很自然的行为 这个节奏要建立起来 对 好的 我们要谢谢医师 跟我们连线 谢谢您 晚安 也祝福您 有一个好梦 晚安 好的 今天我们跟 我们 航医师在空中连线 同时呢 我们也 也希望呢 不只是这本书啦 我们是从商周出版的这本 睡不着 睡不好 绝对有 旧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来谈起啦 宝宝妈妈也许从小 就要帮孩子们 建立一个好的睡眠习惯 亲密日记 星期二 铃铃肚子饿 今天的我 今天你不开心吗 今天有什么故事呢 我们来接秋荣燕 荣燕你好 翔哥好 荣燕好 哇 怎么今天 你今天心情很好 对不对 嗯 我一听你的声音 都觉得你好开心啊 有什么开心的事 快来跟我分享一下 嗯 第一个是 这学期我们 我们 学校有一个秘密花园 然后里面装了 一个 鱼菜养鱼共生 鱼菜共生 鱼和菜是吧 对 就是一大台 一大台机器 一大台机器 嗯 什么样的机器 就是鱼菜共生 鱼 鱼在一个水盆里 然后有一个抽水滴 把水抽到菜那边 再循环到鱼那边 因为鱼的养分 可以让菜生长更大 哦 就是一个 像是生态池家外 生态池家外面的菜园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生态池不是死的水 水会抽到那个菜园那边 对 那鱼的那个排泄的东西 又可以给 这些 又可以给 菜来使用 那菜这边过滤的水 又再回来给鱼喝 这样子 嗯 对 哇 真的感觉起来 哇 这个 最后就把鱼跟菜 做在一起 就是 豆瓣鱼 不是乱讲 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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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玩笑 睡觉前轻松开个玩笑 没关系 很好笑 很好笑 好的 希望你们要开心 我还 我今天有觉得 嗯 我今天有觉得 那个有一个很开心 你说 就是 可以打电话进来 哎呦 哇 你还这样吞吞吐吐的弄的 我才更 还不好意思 那 那你以后 要常常打电话进来 嗯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而且还有一个 我妈妈说 我每天下个都是鱼菜共生 不行啦 那你 你要去操场 然后妈妈就说 那我买小鱼给你 哦 妈妈说 你不能只在鱼菜共生 你应该出去多运动 没错 都要平衡的 有鱼菜共生 有运动 也要听 九点小贵 好不好 嗯 跟你说晚安咯 晚安 拜拜 拜拜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鬼奶奶 还早呢 哦 还早啊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哦 对 听故事啊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哎 故事不一样嘛 可是开始 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木匠的房子 从前有个老木匠 哦 哦 他的年纪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 他就想退休了 他跟他的老板说 哦 我想退休了 哎呀 他真的很想啊 放下这个盖房子的工作 要去好好好好的安享晚年 这个老板一想到要失去这名啊 很厉害的工匠 觉得非常可惜 他就对了老木匠提出了一个请求 老王啊 你要退休 我也不能强留你 可是在你退休前 可不可以帮我再盖最后一座房子呢 啊 还要再盖一座房子啊 好吧 我答应你就是了 老木匠呢 就开始动手做这最后的一项工作了 可是啊 在盖房子的过程当中呢 这老木匠啊 很明显的 人在 心不在 他做的 全部都是最糟的手工 用的呢 最烂的物料 因为 他心里想 哎 那么讲究做什么呢 赶快盖一盖 我好早点退休啊 哎 以老木匠他的功夫和手艺 他退休前最后的一栋房子 盖成这个样子 哎呀 真是令人摇头啊 没过几天 房子盖好了 老板呢 就过来巡视 只看见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 这座房子的大门钥匙 交给了老木匠 而且对他说 以后啊 这就是你的房子哦 是我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啊 老木匠 简直是呆掉了 他心里又惭愧 又难过 如果他知道 这是为他自己盖的房子 他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我会做的事情 我会做得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